各位同心 大家午安 很感謝 因為有你們來參加 我們才有成功的機會 對不對 我們上課已經兩天半 很多工師都在灌輸 我們台灣的法理的地位 應該是大家現在 可以說很清楚 我 要來綜合一次 再來 讓大家了解 我都會用 PowerPoint 還是 那個 訪問的 贏品 讓大家更清楚 這些演講者 跟工師所說的 是不是有實在 這樣又讓你們 腦力震盪 讓你們感受一下 所以 要跟大家說 必須庭 在這裡跟我們演講 有政策嗎 沒有 實在 我坐在後面聽 是很政策 來 我們 會在這裡 成立 現在超過三年了 以上了 上天 在 第九十五老 不夠用了 現在 第二九十 第二九十六 應該說 換錢大 又不夠用啦 今天 華麗電灶 那邊 又擴大 跟打通 坐三百幾個啦 所以 要跟大家說 這個現象 就是因為 有你們來參加 自己鼓掌一下 越來越來越多人 這樣對嗎 對 大家 又 拿錢自己來上課的 你們這裡有不夠錢 大家都有夠錢 嘛 我去讀李登輝學校 國事班 在 高雄開 我 如果沒有高錢 我第一次 開班 我來 演講 我 要自己高錢 我 也要跟 大家一樣 所以 這個觀念 大家就很清楚 來這裡的人 都是為了 自己的 理想 有的為了說 你問政府在這裡那麼亂 把我們 中國 管理 都 亂來 所以 大家 不知道 說 自己自我高錢 來這裡 上課 來這裡 學習 目標是什麼 我 就好好 退休了 當然 我是 做到 講座教授 教授 教授 又 上課 一站 叫做 講座教授 做到七十幾歲 上課 上課 我們來這裡 是要怎麼 創作就說 我們的目的 人都會死 對嗎 要死以前做比較有意義的 大家要有這個觀念 要死以前做比較有意義的 祝福 我們 我們 在 我們 在 我們 我們 參加 我 非常感謝 所以 我們 台灣 非常希望 歡迎大家 現在 就要來跟大家說 我們來 學習一下 因為時間 很寶貴 這就是 立望政府的總統 他說 他說 中國大陸 是 他的土地 這個 我們 很尊敬的 這個 牧師 他說 出賣 台灣主田 所以我們想看看 如果我在想 他說 他這樣說 他就是中國人 當然 大陸是他的土地 你就要 走 走 趕緊 回去 金門 媽祖 平壇島 這樣 對嗎 對嗎 這樣才有 是不是這樣 台灣跟他 沒有什麼關係 是 不要加速 叫他來這裡 把我們 渣視管理而已 就是這樣 那邊土地 判斤去 讓 政府 唱 而已 沒辦法好回來 啊 挑戰 要好管理 說 光復節 啦 怎麼有光復節 沒有 根本 不會說 好 光復節 是什麼 他都要比市長說 他說 他說 不要加速 說 六十萬的 六百萬的 美 啊 我們 日本 總是 留下來 這些 本土 當然 把你帶去日本去啦 不要加速 怎麼可能 他們現在要為了 比較好管理 他跟你說什麼 啊 光復節啦 你是我們的 同胞啦 我們是不是 他的同胞以前 我們跟 比市長說過 美國禮告 美國在跟他方丈 我們那時候 是日本時代 我叫我老婆 叫我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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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你們大家都知道 我什麼人 這要讓大家 做清楚啦 這讓大家去回憶 啊 當然 這就是說 這要說這個歷史 我們這廠要說歷史 就是說 我們哪會 啊 去拜靖国神社 这是美国 类似在这个旧会里面 我们第一次旧会 上两百度 应该这都说过 这两百度 上两百度 怎么跟我们说 说 台湾是美国总统 美国 军队要占领 美国 你们台湾的土地 是住在这里 这个是什么 阿虫桥 日本皇帝住在这里 上来后 比诗厅说 这样知道 所以 所以 今年 都要去做这个动作 我们都去拜荒 去靖国神社 去祝天皇的生日 今天 就是第四年 我们这些学院 如果有幸福 把握 你都要创造历史 你如果要创造历史 你就 来 如果要创造历史,大家就来一天去参加这个访问团。 好,我们因为按照照片的顺序,我们现在要让大家看一个三里的访问,这个影片。 不然,拜托,我们同心帮我们帮我们,让大家了解一下。 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出几班和高级班,那我们两班都上完的话会有那个证书,那它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 参加严习营一次6000元起跳,未来就可以捅一辈子铁饭碗。 台湾民政府还自制晶片身份证每张1000元,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 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他要你证明你是台湾人,你就拿这一张就可以捐去了。 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碟,附上姓名电话大头贴,通通是来印证台湾民政府警察。 卡其色制服上就绣着一只大黑熊。 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裁内阁制,发下豪雨要发出41万份身份证,找到4000名公务员以及木道1000位警察。 国旗绿色代表台湾福尔摩沙,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中,最外环则是台湾6个州,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各自独立运作。 马英九啊,生吞活泼台湾人啊,所有的五大基因都破产,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你告诉我。 或只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更扬言,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往后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就提告,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 谁疯了,以后就知道了,不要两名,你会看得到。 冲着马总统而来,带领台湾人独立,号称不从事募款,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少说几十万起跳,还有自己的停机评。 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外界都睁大眼睛。 三新闻,黄玉峰,白桥英,桃园采访报道。 啊,好。 感謝三里。 放一遍而已。 不敢再放下去了。 三里啦,自己把我们放, 就走了啦。 李王政府就走了啦。 不敢再放, 不敢再放一遍。 不敢再放一遍。 不敢再放一遍而已。 我们再来, 感謝三里。 但是,我要跟三里说。 他跟我们说,自治身份证啦。 台湾自己制造的身份证啊,是不实的。 。 我们这边, 是, 可能是美国制造。 啊,美国制造。 我们是, 根基什麽。 如果美国没有制造, 我们没有那么厉害啦。 说自己来发行文情啦。 他跟我们说, 你就要成立, 参议院。 您的, 啊, 公民,啊, 台湾,啊, 公民全力法案。 那, 应该你们大家, 有日本, 有啊, 找看看, 紅的日本。 有啊, 有啊, 我们说, 没有那么厉害啦。 日本啊, 走回, 好好看。 我们就是根据日本, 来发行, 台湾,啊, 政府身份证。 这个是美国制造的, 今天, 的身份证。 台湾比书厅也说, 有一百块, 有三百块。 大家不要去用骗子啦。 我们这张, 要再放一个, 啊, 给大家看。 现身说法。 哦, 我们现在, 啊, 再来看, 我们的成员, 我们的同心, 去美国时的影片。 好,来, 拜托。 毕书厅, 毕书厅, 所有大家, 习弟姊妹平安。 平安。 呃, 今后, 非常好的机会, 因为我能够, 站在所有弟兄姐妹, 的面前, 来做一个最, 最清楚。 毕书厅, 常常, 非常清楚, 干单的事情。 是什么样的简单, 又清楚。 就像我们, 4月24号, 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 我们就用ID, 而且我们20号, 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 我就跟海关说, 我这边有ID, 他也放进去。 no problem, 没问题。 然后, 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 我又, 呃, 几个童心帅, 呀呼呀呼, 过来, 过来。 还为, 要准备吃山猪啊, 这个美国没有山猪啊。 那, 我们去的时候, 诶, 怎么要去那里? 原来要, 又要到国务院, 那国务院呢, 我们七个人就进去。 那, 只有用ID, 一放进去, shut, 好, ok, 我就进去了。 这是非常好的见证。 这不是高沙主做的, 黑熊里面的, 这个腰直呢, 不是呢, 也不是非俗里面制作的, 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 毕书定, 非, 非凶, 簡单,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这个流亡政府, 常常说, 一变成了二, 二变成了五, 难怪我们高沙主说, 一二三四也不知道, 一加一等于二, 所以真的搞混了, 这个流亡政府混到, 不要讲好了, 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 有这样的见证。 所以非常千真万确, 那其他的活动, 由其他的同心来讲。 多谢各位。 好, 现在要跟大家说, 这样, 他们, 他们去英国的人, 那时候刚才五十六期啦, 他们才去美国回来, 现在第几期, 七十八期啦, 二十二期啦, 这样, 这样, 这张, 会够。 大家回去, 一定要把大家朋友听听来说, 来请这张, 请这张, 你有好处, 以后好处, 有很多。 刚才刚才, 我们的同心在问, 来问, 说, 我们阿拜来, 参赞代表的时啦, 要是要怎样参赞, 大家心想说, 哎哟, 我自己人家的钱, 会不会, 我会跟大家说, 叫他先来拿这张啦, 这张叫做保身符啦, 因为, 有这张保身符啦, 你就是革命化先行者啦, 我们留望政府, 他就说, 他農民啦, 要照顾農民啦, 我们民政府来執政的时, 我们必须去照顾, 做我们的先行者, 给你想, 我们没有违法啦, 哪有违法, 拿这张, 你来换, 但是, 那是你的钱喔, 你的钱的来源, 要有喔, 不可以说, 那时候, 你拿这张要换的时啦, 你的朋友说, 啊, 拜托, 我现在还要换这张, 可能, 台长龙, 还要驾到美国去, 他要换的, 一两个月, 我现在, 拜托, 我这里有五百万, 你去交换, 你借你的身份证去我, 这就是什么, 我们绝对不可以, 这样你清楚吗, 有这张新闻证, 你的钱, 你可以换, 你不能替别人换, 你如果替别人换, 变形啦, 没收啦, 那, 跟其他的政府, 不一样, 他们都在讲关系啦, 有关系, 好, 就好办事, 他们都要红包啦, 你, 有的朋友说, 我给你交换, 我交换多少钱, 我给你贪, 全钱钱, 紅包就给你, 这样你就开始, 我跟你说, 我们绝对, 现在, 你拜托, 你那些亲戚的朋友, 我快来, 请这张, 保身符啦, 那, 好阿嬷。 好阿嬷, 好阿嬷。 好阿嬷。 这就是什么, 让你们看嘛, 这是更实在的嘛, 好阿嬷。 好阿嬷。 这, 我们看后, 现在就要说这的, 我都照片给你, 我們的工师应该, 我都有说过, 好阿嬷。 这, 都有说过。 后来,我们来看后卫部队,后勤部司令部,以前说是年勤总部 我去那里做审查人员,去那里做委员,去審查案件 我问她,她的都军官,你们这个传心帽,哪会那一粒火不掉了 她说,现在都戴这些纸,我两颗梅花,是两颗梅花在传心帽上 如果是三瓣,是三瓣在传心帽上 现在,要让这个单位,给大家看看,拜托,我们这个年勤,就是后卫司令部,撤销的影片 现在,我们来找 宪兵司令部即将要并住陆军当中,但是在这当中呢,引起围傲的就是宪兵机车联也会被裁撤 但是引起了后备捐兵的不满,今天聚集在立法院要求国防部停止整个的裁撤动作 宪兵机车联往往是国庆阅兵最引人注目的队伍 不过在宪兵司令部裁兵到陆军后,机车联裁撤 再也见不到宪兵机车队伍的英姿,这可引发国内后备宪兵不满 在军中,以前是宪兵,三军的磨岩兵,社会的良民 啊你们厉害我们厉害啦,厉害我们厉害 要把我们删掉后面,有很多好与堂看 我台南官,台南官绝对活动五十台伊兰家,来我们国安部抗争,抗争到底 我不晓得是不是,国防部长大概嫌马英九先生的票太多了 把这两个部队消灭掉,然后这些票从此以后不要投给马英九 就连宪兵出身的前立委刘文雄都质疑宪兵裁撤将危及元首安全 这可让国防部官员脸色铁青,因为国防部受伸 裁撤宪兵在内的三个司令部早已经溅在险上 纳入地面部队整合后,人可维持指挥与任务的功能整体性 故有的传统,人可维持,后线组织亦可延续不罪 官员再三保证,宪兵裁撤不影响勤务 但是包括总部部位数以及元首身边安全,都得靠宪兵 贸然猜测引发的连锁效应,国防部得谨慎面对 公司新闻缺略中将豪腾 这个大家清楚,我们再来后勤司令部给大家看 这个后勤司令部,热头 就在今天大家 12年了,不过同样要告别的 还有连勤司令部以及金显财病的亲府会,提委会 连勤两天前降下了连勤之旗 而且唱了连勤军歌,大家依依不舍 说着军会上骆驼象征的钟情精神,并不改变 缓缓降旗,连勤司令部最后一天 连勤之歌这一天最后传唱 官兵难言不舍 66年来大家非常努力,永远牢记 我们永远以连勤的一份子为荣 肖建石拿了骆驼赠话 连勤的军会骆驼象征钟情浊仆 今晚编制走入历史,但骆驼精神永远不变 尤其连勤走过66个年头 研发出军方许多创意装备 白饭麻婆豆腐调理包 提供野外求生特殊口疗 还有国军最新移动式厨房 野战催事车,蒸煮炒杂 两个小时钟,可以做出四菜一汤一饭 重点是300人份 不止联勤司令部财病 2012年底个别的政府机关 还有提委会、清辅会面临诊病 也特别的谢谢各位同志 包括说总统大家的帮忙 谢谢大家 末代主委陈宇珍 交报前还到国民党中常会报告 2012年底 提委会、清辅会、联警等机关 完成接对性任务 走入历史兑现部会精简支票 提便新闻的策略区,林尚群,调报道 好,安妮好 今天大家要送走2012年了 我要跟大家说 大家 有这个福气 才会来上去啦 你们大家交钱来上去 是不是有这个隔链 有这个隔链 不然你们会知道 这个事情 一定不知道嘛 自己购义嘛 所以 所以 我会跟大家说 刚才有说过 我会交钱来上去 初去班 第9 再去班 第9 那我都要交钱耶 所以 所以 我会交给大家 我会交给大家 那些 亲家 五十 朋友 尤其是 年轻的朋友 你们要去 你们要去台湾 政府做事情 你们有很长的时间 所以 我会交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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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县长考试啦 这课到 我们有法证书喔 国旗班有法证书 进手考试 不要钱 上过的 都可以来课 课过 法证书给你 请不吝点赞 你更多订阅 周人 你的 你 一千 你 我认识 嗯 你 你 你 我认识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